尹之勒 马太眷 尹之勒 马太眷 一 达伍德的子孙 易普拉辛的后代 尔萨迈希哈出生的记载 易普拉辛生伊斯哈格 伊斯哈格生伊尔姑白 伊尔姑白生耶乎达和他的兄弟 耶乎达和塔玛生了法勒斯和希拉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萨门 萨门和拉荷生了波阿斯 波阿斯和路德生了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达伍德王 达伍德和乌利亚的妻子生了苏莱曼 苏莱曼生罗伯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亚萨 亚萨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加 西西加生马拿西 马拿西生阿蒙 阿蒙生约西亚 耶乎德人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 被放逐到巴比伦以后 耶哥尼亚生萨拉铁 萨拉铁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玉 亚比玉生尼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萨都 萨都生亚金 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马坦 马坦生伊尔姑白 伊尔姑白生优素福 就是麦尔岩的丈夫 那称为麦西哈的尔萨 是借着麦尔岩所生的 这样 从伊普拉辛到达伍德 一共是十四代 从达伍德到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 也是十四代 从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到麦西哈 又是十四代 尔萨麦西哈 出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尔萨的母亲 麦尔岩 许配了优素福 他们还没有成亲 麦尔岩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优素福 是个义人 不愿张扬使她受辱 就打算暗中于她解除婚约 她一直想着这些事 但是 主的天仙就在梦中向她显现 说 达伍德的子孙有素福 不要害怕迎娶你的妻子麦尔岩 因为她怀的孕是由圣灵来的 她将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尔萨 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整个事件都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说的话 看哪 这处女要怀孕生子 人们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真主与我们在一起的意思 优素福睡醒了 就按照主的天心的命令 把妻子迎娶过来 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前 并没有与她同房 优素福给孩子起名叫尔萨 西律王执政的时候 尔萨生在耶乎德的伯利恒 那时有几个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 那生下来做耶乎德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看见那星出现 特地来朝拜他 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都如此 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师 询问他们 麦西哈应该生在哪里 他们回答 在耶乎德的伯利恒 因为主通过先知 在经上这样记载 耶乎达地的伯利恒啊 你在耶乎达的领袖中 绝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有一位领袖 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的子民 以色列 于是西律 秘密召进了智者 仔细查问他们 那颗星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然后派他们 到伯利恒去 说 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 找到了就向我报告 好叫我也去拜他 他们领命去了 他们在东方 看见的那颗星 忽然在他们面前 领他们到那小孩 所在的地方 就在上面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颗星 就大喜若狂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和他母亲 马尔燕 就向他俯身下拜 又打开宝盒 把黄金 乳香 墨药 做礼物 献给他 后来 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 不要回到西律那里去 就从别的路 回家乡去了 他们离开以后 主的天仙在梦中 向优素福显现 说 起来 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 逃到埃及去 住在那里 知道我在指示你 因为西律要找着孩子 杀死他 优素福就起来 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 往埃及去 在那里一直住着 直到西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 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 招我的儿子出来 西律见自己 被智者愚弄了 就大怒 于是按着他从智者 所问来的预期 下令马伯利恒和附近各地 两岁及以下的小孩 全部杀害了 这就应验了 主通过先知 耶利米所说的话 在拉玛听见有声音 是极大的痛哭哀嚎 拉杰在为他的儿女哭泣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西律死后 在埃及 主的天仙在梦中 向优素福显现 说 起来 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 到以色列地去吧 因为那些要谋害小孩性命的人 已经死了 优素福就起来 带着小孩和孩子的母亲 回到以色列地方 只是听见 亚基老接替他父亲 西律做了耶乎德王 他就不敢到耶乎德去 又在梦中得到指示 于是往加利利地区去 来到拿萨勒城住下 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 他要被称为拿萨勒人 尹之勒 马太眷三 那时 诗习者耶哈亚出来 在耶乎德的旷野传道 说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临近了 这个人 就是主通过 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在旷野 有呼喊者的声音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耶哈亚身穿 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耶路撒冷 耶乎德全境 和约旦河一带的人 都出来到他那里去 承认自己的罪 在约旦河里 受了他的洗礼 耶哈亚 看见许多法利赛人 和萨都该人 也来受他的洗礼 就对他们说 毒蛇所生的 谁指使你们 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 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你们不要自己妄想说 我们有伊布拉辛为祖先 我告诉你们 真主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伊布拉辛 兴起后代来 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 所有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我用水 给你们施行洗礼 表示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携 也没有资格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行洗礼 他手里拿着波紧 要扬进卖场 把麦子收进仓库里 却用不灭的火 把康笔烧光 那时尔萨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到叶哈亚那里 要授他的洗礼 叶哈亚想要阻止他 说 我应该授您的洗礼 您却到我这里来吗 尔萨回答 暂且这样做吧 我们理当这样旅行 全部的意义 于是叶哈亚答应了他 尔萨受了洗礼 立刻从水中上来 忽然 天为他开了 他看见真主的灵 好像鸽子降下来 降落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 从天上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他 尹之乐 马太眷 四 随后 尔萨为圣灵 带到旷野 收伊普列斯的引诱 尔萨封斋 四十周夜以后 就饿了 引诱者前来 对他说 如果你是真主的儿子 就叫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吧 尔萨回答 经上记着 使你知道人 不是仅靠食物生存 而要靠主 口中所说的 美句话 随后 伊普列斯带尔萨 进了圣城 使他站在殿的最高处 对他说 如果你是真主的儿子 就跳下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 真主为你会嘱咐 自己的使者保护你 并且他们会用手拖住你 免得你的脚撞到石头 尔萨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 不可试探主 你的真主 最后 伊普列斯带尔萨 上了一座极高的山 把顿亚各国和各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并且对他说 你只要向我扶神下拜 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 尔萨就说 撒旦 走开 因为经上记着 当败主 你的真主 只能侍奉他 于是伊普列斯 离开了尔萨 又天仙前来服侍他 尔萨听见叶哈亚背部 就退避到加利利去 他又离开拿萨勒 往西布伦和拿福塔利 境内沿海的加百农区 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 主通过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西布伦地 拿福塔利地 沿海之路 约旦河外 外族人的加利利亚 走在黑暗中的人民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居民 有光照耀他们 从那时起 尔萨就开始传道 说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临近了 尔萨正走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 看见兄弟二人 就是名叫布特鲁斯的西门 和他的弟弟安德烈 正向海里撒网 他们本来是渔民 尔萨就对他们说 来跟随我吧 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民 他们立刻丢下网 离别了父亲 跟随了尔萨 尔萨又往前走 看见另一对兄弟 就是西门泰的儿子 叶尔姑白 和他的兄弟叶哈亚 正和父亲西门泰 在船上整理渔网 他就召唤他们 他们立刻离开了船 离别了父亲 跟了尔萨 尔萨走遍加利利 在各礼拜堂里 教导人 宣讲天国的佳音 医治民间各种疾病 各种病痛 他的名声 传遍了整个叙利调 人们就把一切患病的 就是患各种疾病 疼痛 恶魔附体 癫痫 瘫痪的 都带到他便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于是有一大群人 从加利利 迪加波利 耶路撒冷 耶乎德 和约旦河东 来跟随尔萨 尔萨 尔之勒 马太眷 五 尔萨看见群众 就上了山 他坐下之后 门徒来到他面前 他就开口 教导他们 邻里贫乏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会得安慰 温柔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将承受土地 爱慕公义 如鸡似渴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会得宝足 慈敏人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要蒙慈敏 内心清洁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将看见真主 使人和平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会被称为 真主的儿子 为义 遭受迫害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当有人因我的缘故 辱骂你们 迫害你们 并且捏造各种坏话 诽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该欢喜 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报酬 是大的 人们也这样迫害过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们 你们是地上的盐 如果盐失了味 怎能使他再闲呢 结果毫无用处 唯有丢在外面 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 建在山上的城 是无法隐藏的 人们点灯 不会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家里的每个人 同样 你们的光 也应照在众人面前 使他们看见你们的 好行为 就归荣耀 给你们在天上的付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 是要废除戒律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除 而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直到天地逝去 戒律的一点一话 都不会废除 直到一切都成全了 因此 无论谁废除这些戒命中 最小的一条 又这样教导人 他在天国中 要称为最小的 但如果有人遵行这些戒命 并且教导人遵行 他在天国中 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的义 不胜过经师和法利塞人的义 就绝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见有这样的话 对古人说 不可杀人 杀人的必遭罪行 可是我告诉你们 凡是向弟兄发怒的 要被判罪 如果谁侮辱弟兄 说蠢货 要被公益会审判 如果谁说弟兄白痴 将难逃火欲之火 所以你在祭台上 献贡物的时候 如果在那里 想起你的弟兄 对你有所不满 就应在台前放下贡物 先去跟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你的贡物 趁着你和你的对头 还在路上的时候 要赶快与他和解 免得他把你送交法官 法官把你交给狱警 关在牢里 我实在告诉你 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 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见这样说 不可奸淫 可是我告诉你们 凡是怀着淫念 看妇女的 心里已经奸淫了他 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 就把它挖出来 丢掉 因为对你而言 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 剩余全身被丢尽火欲 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 就把它砍下来丢掉 因为对你而言 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 剩余全身尽火欲 又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谁修妻 就要给他修书 可是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如果不是因他不争 就是促使他犯奸淫 无论谁娶了这被修的妇女 也就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见 有这样的话对古人说 不可违背誓言 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 可是我告诉你们 绝不能发誓 不要指着天发誓 因为天是真主的宝座 不要指着地发誓 因为地是真主的脚凳 不要指着耶路撒冷发誓 因为他是皇王的京城 也不要指着自己的头发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白或变黑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见这样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可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对抗 有人打你的右脸 把另一边也转过来 让他打 有人要告你 想拿你的贴身长衣 就连外衣也让他拿去 有人要强迫你在 一里路上为他服务 就陪他走两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欲向你借贷的 就不要拒绝 你们听见这样说 要爱你的邻居 恨你的仇人 可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人 为迫害你们的祈祷 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使太阳升起 普照恶人和好人 也降与便及义人和不义的人 如果你们只爱那些 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税务官不也是这样做吗 如果你们紧问候 你们的弟兄 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教外人不也是如此吗 所以你们要全美 正如你们的天父 是全美的 尹之乐 马太眷 六 你们要小心 不要在众人面前炫耀你们的义 刻意让他们看见 如果这样 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 因此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吹号张扬 好像伪君子在礼拜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 以博取众人的称赞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 但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做的 为了使你的施舍 是在隐秘中进行 你那在隐秘中查看的父 必定给你筹报 你们祈祷的时候 不要像伪君子 他们喜欢在礼拜堂和路口 站着祈祷 刻意让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 但你祈祷的时候 要进到密室里 关上门 像在隐秘中的父祈祷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 必定给你筹报 你们祈祷的时候 你们祈祷的时候 不要重复无意义的话 像教外人一样 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准成 你们不要像他们 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 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 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您的名被尊为圣 愿您的国来临 愿您的旨意成就 在天如此 在地亦然 我们需用的食物 求您今天赐给我们 设诱我们的亏欠 正如我们 树扰了亏欠我们的人 不要令我们陷入试探 而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 权利 荣耀 全是您的 直到永远 阿弥 如果你们 恕扰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会恕扰你们 如果你们不恕扰别人 你们的父 也不会恕扰 你们的过犯 你们封斋的时候 不要像伪君子一样 愁眉苦脸 他们装成难看的样子 刻意让人看出 他们在封斋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 他们的报酬 但你封斋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免得让人看出 你是在封斋 而只让在隐秘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 必定给你仇报 你们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 因为地上有虫柱 有秀寝石 也有贼挖洞来偷 你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 在天上 那里没有虫柱秀石 也没有贼挖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帛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 如果你的眼睛健全 全身就都明亮 如果你的眼睛有问题 全身就都黑暗 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 这该是怎样大的黑暗呢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 他如果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 你们不能服侍真主 又服侍金钱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是比食物重要吗 身体不是比衣服重要吗 你们看空中的飞鸟 它们不撒种 不收割 也不收尽粮仓 你们的天赋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们 难道你们不是比他们更宝贵吗 你们中间 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 何必为衣服忧虑呢 注意看看田野的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吧 它们不劳动 也不仿之 但我告诉你们 就是苏莱曼最威荣的时候穿戴的 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 田野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进火炉 真主尚且这样装扮他们 信心小的人哪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 说我们该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本来就知道 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先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让明天为自己忧虑吧 一天的难处已经够多了 不要判断人 免得你们被判断 你们怎样判断别人 也就会怎样被判断 你们用什么标准 衡量别人 也就会照样被衡量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 却不留意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 怎能对弟兄说 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 伪君子啊 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 才可以看得清楚 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珠前 免得他们用脚把珍珠减踏 又回过头来把你们撕碎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要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哪一个人 儿子向他要饼 却给石头 要鱼却给蛇呢 你们虽然邪恶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难道不是更要把好东西 赐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在任何事上 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 这就是戒律和仙知的总纲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有很多的人从那里进去 但通向生命的门是多么的窄 路是多么的小 只有很少的人找到它 要提防伪仙知 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那里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 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 吉里里怎能摘到乌花果呢 同样 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被砍下来 丢在火中 因此 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 主啊 主啊 的人都能进入天国 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到那一天 会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难道没有奉您的名宣讲 奉您的名驱魔 奉您的名行过许多险计吗 但我要向他们声明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不法之徒 离开我 走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 有遵行的 就像聪明人 把自己的房子 盖在磐石上 大雨倾盆 河水泛滥 强风吹袭 摇旱那房子 房子却不倒塌 因为剑机 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些话 却不遵行的 就像愚蠢人 把自己的房子 盖在沙土上 大雨倾盆 河水泛滥 墙风吹袭 摇旱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严重 尔萨讲完了这些话 群众都惊讶于 他的教导 因为尔萨教导他们 像一个有权威的人 不像他们的精师 尔萨下了山 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患麻风的人 前来向他跪拜 说 主啊 如果您愿意 就能使我洁净 尔萨伸手摸他 说 我愿意 你洁净了吧 他的麻风 立刻洁净了 尔萨对他说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只要去让祭司检查 并且照穆萨所规定的 献上贡物 好向大家作证 尔萨到了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前来恳求他 说 主啊 我的仆人瘫痪了 非常痛苦 他此刻躺在家里 尔萨对他说 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 主啊 要您到我家来 实在不敢当 只要您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 就一定会痊愈 我自己 是在别人的泉下 也有兵 在我一下 我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另一个说来 他就来 对仆人说 做这个 他就做 尔萨听了 就很惊奇 对跟随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在以色列中 从来没有见过 有这样信心的人 我告诉你们 将会有许多人 从东从西来到 和伊布拉辛 伊斯哈格 叶尔姑白 在天国里 一起吃饭 但本来 要承受天国的人 反被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 将要哀哭切齿 于是 尔萨对百夫长说 回去吧 你怎样相信 事情 就一定会怎样 为你成全 他的仆人 就在那一刻痊愈了 尔萨来到 布特鲁斯家 看见他的岳母发烧 并在床上 尔萨一摸他的手 热就退了 他就起来服侍尔萨 到了黄昏 人们带了许多 被恶魔附体的人 来见尔萨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乌灵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 所有患病的人 这样正应验了 主通过 以赛亚先知 所说的话 他亲自除去 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尔萨看见群众 围着他 就指示 到对岸去 有一位经师 前来对他说 老师 您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随您 尔萨回答 狐狸有洞 空中的飞鸟有窝 但仁子却没有 欺身之处 另一个门徒 对他说 主啊 请允许我先回去 安葬我的父亲吧 尔萨对他说 跟随我吧 让亡人去埋葬 他们的亡人 尔萨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忽然海上风暴大作 一只船被波涛淹没 但尔萨仍在睡着 他们来 把他叫醒 说 主啊 救命啊 我们没命了 尔萨却对他们说 信心小的人哪 为什么害怕呢 他就起来 斥责风和海 风浪就完全平静了 众人都惊奇 说 这是什么人 连风和海 也听从他 尔萨过到对岸 加大拉人的地区 遇见两个被恶魔 附夺的人 从坟地出来 他们十分凶暴 以致没有人 能走那条路 他们喊叫 真主的儿子 我们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时候还没有到 您就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 那时远处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 那些恶魔就央求尔萨说 如果要赶我们出去 就叫我们进猪群里去吧 尔萨对他们说 去吧 他们就出来 进了猪群 那一群猪忽然全部闯下山崖 掉在海里淹死了 放猪的人就逃跑了 他们进城后 把被恶魔附体之人的遭遇 和一切事情都报告出来 全城的居民都出来要见尔萨 看见了他就请求他 离开他们的地区 尔萨上了船 渡海到了自己的城里 有些人把一个躺在担架上 瘫痪的人带到他那里 尔萨看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瘫痪的人说 孩子 放心 你的罪赦了 有几位精师彼此说 这个人在说亵渎的话 尔萨看出他们的心思 就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存着恶念呢 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起来走动 哪一样更容易呢 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力 他就对瘫痪的人说 起来 拿起你的担架 回家去吧 他就起来 回家去了 群众看见 就起了敬畏的心 赞颂 那把这样的权力赐给人的真主 尔萨从那里往前走 看见一个人 名叫马太 坐在睡棺那里 就对他说 来跟随我 他就起来 跟随了尔萨 尔萨在屋里吃饭的时候 有很多睡午官和罪人来与他和门徒一起吃饭 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睡午官和罪人一起吃饭呢 尔萨听见了就说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我喜爱此敏 不喜爱牺牲 你们去想一想这话的意思吧 我来不是要招义人 而是要招罪人 那时 叶哈亚的门徒前来问尔萨 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风灾 你的门徒却不风灾呢 尔萨回答 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 宾客怎能哀痛呢 但新郎就要从他们中间被带走 那时他们就要封摘了 没有人会拿一块没缩过水的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补伤的会把衣服扯破 裂的地方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如果这样 皮带就会脏破 酒就漏出来 皮带也损坏了 人们总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这样两样都能保全 尔萨对他们说话的时候 有一位主管来向他下拜 说 我的女儿刚无常了 但请您来按守在他身上 他就会活过来 于是尔萨和门徒起来跟他去了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 他走到尔萨背后 摸他外袍上的绿袋 因为他心里说 只要摸到他的衣服 我就会痊愈 尔萨回过头来看见他 就说 女儿 放心 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 从那时起 那个女人就好了 尔萨进了那主管的家 看见有吹鼓手和喧嚷的人群 就说 出去 这女孩没有无常 只是睡着了 他们就嘲笑他 尔萨赶走众人之后 进去拉着女孩的手 女孩就起来了 这消息传遍了那一带 尔萨离开那里的时候 有两个盲人跟着他 喊着说 达伍德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尔萨进了房子 他们来到他那里 尔萨问他们 你们信我能做这件事吗 他们回答 主啊 我们信 于是 尔萨摸他们的眼睛 说 按你们的信心 给你们成全吧 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 尔萨严肃地嘱咐他们 千万不要让人知道 他们却出去 把他所做的事 传遍了那一带 他们出去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个被恶魔附夺的亚巴 来见尔萨 尔萨把恶魔赶走之后 亚巴就说话了 众人都很惊奇 说 这样的事 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 但法利塞人说 他不过是靠魔王驱魔罢了 尔萨走遍各城各乡 在各礼拜堂里 教导人 宣讲天国的佳音 医治各种疾病 各种病痛 他看见群众 就辞敏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无一 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他就对门徒说 庄稼多 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 派人去收割他的庄稼 尔萨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赐给他们胜过乌灵的权力 能赶出乌灵和医治各种疾病 各种病痛 十二位使者的名字如下 为首的是西门 西门的弟弟安德烈 西碧太的儿子叶尔姑白 叶尔姑白的弟弟叶哈亚 菲利 巴多罗迈 多马 税务官马太 亚勒肥的儿子叶尔姑白 达太 激进派的西门 和出卖尔萨的加略人 尤达斯 尔萨派遣这十二个人出去 并且嘱咐他们 外族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萨玛利亚人的城市 你们也不要进 却要到以色列家的迷洋那里去 你们要一边走 一边宣讲说 天国临近了 要医治有病的 叫亡人复活 洁净患麻风的 赶出恶魔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应当白白的给人 你们腰带里 不要带金银铜钱 路上不要带行囊 也不要带两件衣裳 不要带鞋或手杖 因为工人 应当得到供应 你们无论进哪座城 哪个村 都要打听谁配接待你们 就住在那里 直到里去 进他家的时候 要向这个家庭问安 如果这家配得平安 你们的平安 就会临到他们 如果这家不配 你们的平安 仍归于你们 如果有人不接待你们 不肯听你们的话 你们离开那一家 那一城的时候 就要抖落脚上的灰尘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和俄摩拉地方的遭遇 比那座城还轻呢 现在 我派你们出去 好像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 一样鸡紧 像鸽子一样纯洁 你们对人要有提防之心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送交公议会 并要在礼拜堂里鞭打你们 你们为我的缘故 也要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 向他们和外族人作证 你们被捕的时候 用不着担心该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 因为那时会赐给你们该说的话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而是你们父的灵 是他在你们里面说话 弟兄要将弟兄 父亲要将儿女置于死地 儿女要背逆父母 害死他们 你们为我的名 要被众人恨恶 然而 坚忍到底的 就会得搭救 如果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 就逃到别的城市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 人子就来到了 学生不能超过老师 奴仆也不能超过主人 学生能够像老师一样 奴仆能够像主人一样 那就够好了 如果一家之主尚且被称为别西部 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 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 也没有什么秘密 是人不会知道的 我在暗处告诉你们的 你们要在明处讲出来 你们听见的耳语 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 那些杀身体 却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 都毁灭在火域里的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 但如果你们的腹不许可 他们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甚至你们的头发都被一一数过了 所以不要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更贵重呢 凡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 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不认他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 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 我来并不是要带来和平 而是要带来刀剑 因为我来了 是要叫人与父亲作对 女儿与母亲作对 儿媳与婆婆作对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属于我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属于我 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的 也不配属于我 故惜自己生命的 将会丧掉生命 但为我牺牲生命的 将会得到生命 接待你们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派我来的 因先知的名义 而接待先知的 就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 因一人的名义 而接待一人的 就得到一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谁 因门徒的名义 仅把一杯凉水 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报酬 尔萨嘱咐完了十二门徒 就离开那里 在各城里教导和传道 叶哈雅 在监狱里听见 麦西哈所做的 就派自己的门徒 去问他 您就是要来的那位吗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 尔萨回答他们 你们回去 把所见所闻都告诉叶哈雅 就是盲人能看见 腿瘸的能走路 患麻风的得到洁净 耳聋的人能听见 亡人复活 穷人听到佳音 谁不因我半岛 就有福了 他们走后 尔萨对群众谈起叶哈雅来 说 你们到旷野去 是要看什么 是被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 是身穿华丽衣上的人吗 那些穿着华丽衣上的人 在王宫里 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 仙芝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但他比仙芝重要多了 这个人就是经上记载的 看哪 我派遣我的天仙 走在你面前 他要在你前头 预备你的道路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妇女所生的 没有出现过 比诗习者耶哈雅 更大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从诗习者 耶哈雅的时候 直到现在 天国不断遭受 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 企图把他夺去 所有的先知和戒律 直到耶哈雅的时候 都宣讲了预言 如果你们能接受 耶哈雅就是那要来的 伊勒亚斯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我要把这世代 比做什么呢 他好像一群小孩 坐在市中心 呼叫别的小孩 说 我们给你们吹笛子 你们却不跳舞 我们唱哀歌 你们也不垂胸哀哭 耶哈雅来了 不吃也不喝 人们说他是恶魔附体的 人子来了 又吃又喝 人们却说 你看 这个人贪食好酒 与税务官和罪人为有 但智慧借他所做的 就证实他是正确的 阿尔萨曾在一些城市 行过许多险计 但他们却不肯悔改 那时阿尔萨就开始责备他们 格拉逊啊 你有祸了 博塞大啊 你有祸了 在你们那里行过的险计 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 他们早就披麻蒙徽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 在审判的日子 推罗和西顿所遭遇的 比你们还轻呢 加百农啊 难道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 不 你必降到坟坑 在你那里行过的险计 如果行在索多马 那个城市还会保留到今天 但我告诉你们 在审判的日子 索多马那地方所遭遇的 比你还轻呢 就在那时 阿尔萨说 父亲啊 天地的主 我赞美您 因为您把这些事 像智慧和聪明的人 隐藏起来 却向阴海显明 父亲啊 是的 这就是您的美意 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 除了父 没有人认识子 除了子 和子所抑郁启示的人 也没有人认识父 你们所有劳苦 担重担的人啊 到我这里来吧 我就使你们 得享安息 你们要负我的恶 向我学习 因为我心里 柔和 谦卑 这样 你们就会得到 心灵的安息 诚然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 是轻省的 尹之乐 马太眷 十二 那时 尔萨在安息日 从麦田里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 就摘了些麦穗来吃 法利赛人看见了 就对他说 您看 您的门徒 做了安息日 不能做的事 尔萨对他们说 达伍德和 跟他在一起的人 在饥饿的时候 所做的 难道你们 没有读过吗 他不是进了 真主的店 吃了摆放在 真主面前的饼吗 这饼 是他和 跟他在一起的人 不能吃的 只有祭司 才能吃 戒律书上记着 每逢安息日 祭司在店里工作 触犯了安息日 也不算有罪 难道你们 也没有读过吗 我告诉你们 这里有一位 比圣殿更大 如果你们明白 我喜爱慈敏 不喜爱牺牲 这句话的意思 就不会给无罪的 定罪了 因为人子 是安息日的主 尔萨离开那里 来到他们的礼拜堂 礼拜堂里 有一个人 他的一只手枯干了 有人问尔萨 在安息日治病 可以吗 目的是要控告尔萨 尔萨回答 你们当中有哪一个 他仅有的一只羊 在安息日掉进坑里 会不把羊抓住 并拉上来呢 人比羊贵重得多 所以在安息日 行善是可以的 于是对那个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就康复了 像另一只手一样 法利赛人出去 商议怎样对付尔萨 好杀害他 尔萨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很多人跟随他 他把他们全部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 不要替他张扬 这是要应验 主通过以赛亚先知 所说的话 看哪 我的仆人 我挑选了他 我所爱的 我心里喜悦他 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 他要向万国宣扬正义 他不争吵 也不喧扰 在街上 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西的灯火 他不吹灭 直到他施行正义 使正义得胜 万民的希望 都要寄托于他的名 有人带了一个被恶魔附着 又瞎又哑的人 到尔萨那里 尔萨治好了他 那哑巴就能说话 也能看见了 群众都很惊奇 说 难道这个人 就是达伍德的子孙 法利赛人听见了 说 这个人驱魔 只不过是靠魔王 别西普罢了 尔萨知道他们的心思 就对他们说 一个自相纷争的国家 就必定荒凉 一城一家 自相纷争 就不能监力 如果撒旦 赶逐撒旦 就已经是自相纷争了 那么 他的国度 怎能监力呢 如果我靠 别西普驱魔 你们的子孙 又靠谁驱魔呢 如此 他们就要判定 你们的错谬 如果我靠真主的灵驱魔 真主的国度 就已经临到你们了 一个人 怎能进到壮汉的家里 抢夺财物呢 除非先把壮汉绑住 才能抢劫他的家 不站在我这一边的 就是反对我的 不跟我聚拢的 就是分裂的 因此 我告诉你们 人们一切的罪 和亵渎的话 都可以摄诱 但亵渎圣灵 将不得摄诱 无论谁说话 攻击人子 还可以摄诱 但说话 攻击圣灵的 两世都得不到摄诱 你们把树种好 它就结好果子 或没把树种好 结的果子就不好 凭着果子 就能辨别树的好坏 毒蛇所生的啊 你们既然是邪恶的 怎能说出良善的话呢 因为心里充满的 就从口里说出来 良善的人心存良善 就发出良善 邪恶的人心存邪恶 就发出邪恶 我告诉你们 人们信口开河 所说的一切 在审判的日子 句句都要招认出来 因为你被称为义 是要根据你的话 被定为有罪 也是要根据你的话 当时有一些经师和法利赛人 对尔萨说 老师 我们想请您行个险计看看 但尔萨回答说 邪恶和淫乱的世代 寻求险计 除了优努斯先知的险计以外 再没有险计给他了 优努斯怎样三天三夜 在大鱼的腹中 人子也要照样 三天三夜埋在地里 在审判的时候 尼尼威人 要和这个世代的人 一起复活 并要定这个世代的罪 因为他们听了 优努斯所传的 就悔改了 你看 比优努斯更大的 就在这里 在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 要和这个世代的人 一起复活 并要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他从天涯远道而来 要听苏莱曼智慧的话 你看 比苏莱曼更伟大的 就在这里 有一个乌龄 离开了一个人 走遍干旱之地 寻找七身的地方 却没有找到 他就说 我要回到 我从前离开了的 那个房子去 到了之后 发现里面空着 已经打扫干净 装饰好了 他就去 带了另外七个 比自己更邪恶的灵来 一起进去 住在那里 那个人 后来的情形 比以前更糟了 这邪恶的世代 也是如此 尔萨还在对群众 讲话的时候 他的母亲和弟弟 站在外面 要和他说话 有人告诉尔萨 您的母亲和兄弟 站在外面 有话要跟您说 他回答那个人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他伸手指着门徒说 你看 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兄弟 姐妹和母亲了 尹之乐 马太眷 十三 那一天 尔萨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有一大群人 相聚到他那里 于是他上船 坐下来 群众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 对众人 讲了许多事 说 有一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洒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 飞鸟来到就吃掉了 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 因为泥土不深 很快就长起来 但太阳升起来 它就被晒干 又因为没有根 就枯萎了 有的落在荆棘里 荆棘长大了 就把它挤住 有的落在豪土里 结出粮食 通常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耳的 就应当听 门徒上前问尔萨 您对他们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他回答 天国的机密 已经让你们知道了 却不让他们知道 因为凡是有的 还要给他 他就充足有余 凡是没有的 就连他拥有的 也要拿去 因此 我用比喻 对他们讲话 因为他们虽然在看 却看不见 在听 却听不到 也不明白 以赛亚的预言 正应验在他们身上 他说 你们要听了 又听 却绝不会明白 看了 又看 却绝不会领悟 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 用不灵的耳朵去听 又闭上了眼睛 免得自己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 是有福的 因为可以看见 你们的耳朵 是有福的 因为可以听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 渴望看你们所看见的 却没有看到 渴望听你们所听见的 却没有听到 所以你们要听 这撒种人的比喻 凡是听了天国的道 却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 这就是撒在路旁的 那撒在石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高高兴兴地接受 可是他里面没有根 只是暂时的 一旦未到遭遇患难 或受到迫害 就立刻跌倒了 那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有金氏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 把道挤住 长不出粮食来 那撒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又明白了 劫出粮食来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阿尔萨对他们另外 讲了一个比喻 说 天国好像人把好的种子 撒在他的田里 人们睡了的时候 他的仇敌来把败子 撒在麦子中间 就走了 到了发苗土碎的时候 败子也显出来 家主的仆人们来问他 主人 你不是把好的种子 撒在你的田里吗 那些败子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回答 这是仇敌干的 仆人问他 你要我们去拔掉它们吗 他说 不用 因为拔败子的时候 恐怕也把麦子 连根拔出来 收割之前 让它们一起生长 到了收割的时候 我会嘱咐收割的工人 先拔掉败子 捆起来 留着烧 却要把麦子 收进我的仓里 阿尔萨又对他们 讲了另外一个比喻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把它种在田里 它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 但长大了 却比其他的蔬菜都大 成为一棵树 甚至天空的飞鸟 也来在它的枝头搭窝 他对他们讲了 另外一个比喻 天国好像面教 有妇女拿去藏在三斗面里 直到整团都发起来 阿尔萨用比喻 向群众讲了这一切 他所讲的 没有不用比喻的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造化顿雅以来 隐匿的事说出来 阿尔萨离开群众 进到屋里 门徒前来问他 请您给我们解释 田里败子的比喻 他回答 那撒好种子的是人子 田就是炖雅 好种子就是属天国的人 败子就是属那恶者的人 撒败子的仇敌是义布列斯 收割的时候 是这个世代的终结 收割的工人是天仙 败子怎样被拔掉用火焚烧 在这个世代终结的时候 也是一样 那时 人子要派遣他的天仙 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 和步伐之徒 从他的国中拔出 丢进火炉 在那里将要哀哭怯耻 那时 义人在他们赴的国度中 要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 有耳的就应当听 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 有人发现了 就把它藏起来 高高兴兴地离去 变卖了他的一切 来买那块田 天国好像一个商人 搜寻宝贵的珍珠 他发现了一颗 异常贵重的珍珠 就离开 变卖了他的一切 来买那颗珍珠 天国又好像一个网 洒在海里 网到各种鱼 网满了之后 人们就把网拉上岸 坐下来 把好的捡出 放进桶里 不好的就丢在外面 这个世代终结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那时天仙要出去 把恶人从一人中分别出来 丢进火炉 在那里将要哀哭怯齿 这一切你们明白吗 他们回答 明白 尔萨说 所以 每一个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 就像家主从库房中 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一样 尔萨讲完了这些比喻 就离开那个地方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礼拜堂里教导人 众人都惊奇 说 这个人是从哪里 得到这样的智慧和能力的呢 他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麦尔燕 他弟弟不是叶尔姑白 优素福 西门和伊呼达吗 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就厌弃尔萨 尔萨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本乡本家之外 没有不受人尊敬的 因为他们不信 他就不在那里多行险计了 尹之乐 马太眷十四 那时 分封王西律听见 尔萨的名声 就对陈仆说 这个人是施徐者叶哈亚 他从亡人中复活了 所以他身上有行险计的能力 原来西律为了他兄弟肥利的妻子 西罗底的缘故 逮捕了叶哈亚 把他捆起来 关在监狱里 因为叶哈亚曾屡次告诉他 你振有他是不对的 他想杀叶哈亚 但又害怕群众 因为他们都认为叶哈亚是个先知 到了西律生日的那天 西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 使西律非常高兴 西律就蒙事答应他 无论求什么都给他 他在母亲的怂恿之下说 请把施律者叶哈亚的头 放在盘子上给我 王就忧愁 但因为誓言和在座的宾客 就下令给他 他派人去 在监狱里 斩了叶哈亚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上 拿来交给那个女孩 他就拿给母亲 叶哈亚的门徒前来 领了埋体 埋葬了 然后去告诉尔撒 尔撒听见了 就离开那里 私下坐船到旷野去 群众听见了 就从各城步行来跟随他 尔撒上了岸 看见一大群人 就辞敏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黄昏时分 门徒前来对他说 这个地方是旷野 时间也不早了 请叫群众散开 好让他们到村里去 买自己的食物吧 尔撒回答 他们不用离开 你们给他们东西吃吧 但门徒说 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和两条鱼 什么也没有 他说 拿过来给我 于是嘱咐群众 坐在草地上 就拿起那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 举了赶赞的嘟啊 然后把饼掰开 递给门徒 门徒又分给群众 大家都吃了 并且吃饱了 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的人 除了妇女和孩子 约有五千 尔撒立刻催门徒上船 叫他们迁到对岸去 他却留下来 叫群众散开 他解散了群众 就独自上山去祈求 到了晚上 他还是独自一人在那里 那时门徒的船 已经离岸很远 因为一风 被波浪冲击 夜里四惊天 尔萨在海面上 向他们走过去 门徒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很惊慌 说 有鬼 并且害怕地大叫起来 尔萨立刻对他们说 放心吧 是我 不要怕 布特鲁斯对他说 主啊 如果是您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您那里去 他说 来吧 布特鲁斯就从船上下来 走在水面上 向尔萨那里走去 但他一见风浪就害怕了 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就呼叫 主啊 救救我 尔萨马上伸手拉住他 对他说 信心小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平息了 船上的人都拜他 说 您真是真主的儿子 他们渡过了海 有法利赛人和经师 从尔萨来就在格尼萨勒 就把消息传遍了那一带 众人把一切有病的人都带来 求尔萨让他们只摸一摸 他外袍上的世代 摸着的人就都痊愈了 有法利赛人和经师 从耶路撒冷前来 问尔萨 您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 在饭前不惜手呢 尔萨回答 你们又为什么因你们的传统 违背真主的诫命呢 真主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 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 你们却说 如果谁对父母说 我应该给你们的供养 已经做了 向给真主的礼物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 你们因为你们的传统 就废弃了真主的话 伪君子啊 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 说得太好了 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把人的规条 当作教义去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突然 尔萨叫群众前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 也要明白 进到口中的 并不能使人误会 只有从口中出来的 才使人误会 门徒前来告诉他 法利赛人听见这话 很生气 您知道吗 尔萨说 所有不是我天父 栽种的植物 都要连根拔起 随他们的便吧 他们是给盲人带路的瞎眼向导 如果盲人领盲人 两个人都会跌进坑里 布特鲁斯说 请您给我们解释这个比喻吧 尔萨说 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难道不知道 一切进到口里的 是进到肚里 然后排泄到外面去吗 但从口中出来的 是发自内心 才使人误会 因为从心里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淫乱 偷盗 做伪证 和诽谤 这些才会使人误会 但不洗手吃饭 并不是人误会 尔萨离开那里 退到推罗 西顿境内 有一个迦南的妇女 从那个地区出来 喊着说 主啊 达悟德的子孙 可怜我吧 我的女儿 被恶魔附身 非常痛苦 尔萨一句话 也不回答他 门徒上前 求他说 请叫他走吧 他一直跟在 我们后面喊叫 尔萨回答 我被派遣 只是到 以色列家的 迷洋那里去 他来跪在 尔萨面前说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尔萨回答 拿儿女的饼 丢给小狗吃 是不好的 他说 主啊 是的 不过小狗 也吃主人 桌子上 掉下来的 碎渣 于是 尔萨对他说 女士 你的信心真大 照你的心愿 给你实现吧 从那一刻起 他的女儿 就好了 尔萨离开那里 来到 加利利海边 就上山 坐下 有一大群人 来到他那里 把瘸腿的 瞎眼的 残疾的 雅的 和许多患 其他病的人 都带到 尔萨跟前 他就 治好他们 群众看见 哑巴说话 残疾的康复 瘸腿的行走 瞎眼的看见 就十分惊奇 于是赞颂 以色列的 真主 尔萨叫门徒 前来 说 我辞命这一群人 因为他们 跟我在一起 已经有三天了 也没有什么吃的 我不想 叫他们 饿着肚子回去 恐怕 他们在路上 晕倒 门徒对他说 我们在这旷野里 哪里有足够的饼 给这么一大群人吃饱呢 尔萨问他们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七个 还有几条小鱼 于是他嘱咐群众 坐在地上 就拿起那七个饼 和那些鱼 举了赶赞的嘟啊 掰开地给门徒 门徒又分给众人 大家都吃了 并且吃饱了 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 装满了七个大篮子 吃的人 除了妇女和孩子 共有四千 尔萨解散了群众 就上了船 来到马加丹地区 尹之乐 马太眷 十六 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 前来试探尔萨 求他行个从天上来的险计 给他们看 尔萨回答 黄昏 黄昏的时候 你们说 天色通红 明天一定是晴天 早上的时候 你们说 天色又红又暗 今天一定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色 却不能分辨时代的征兆吗 邪恶和淫乱的时代 要寻求险计 除了优努斯的险计之外 不会有什么险计给他了 尔萨就离开他们 走了 门徒到了对岸 忘记了带饼 尔萨对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提防法利赛人 和萨都该人的教 他们就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 尔萨知道了 就说 信心小的人 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件事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你们难道忘记了 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 又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 也忘记了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 又装满了多少个大篮子呢 我对你们讲的不是饼的事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 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 和萨都该人的面教 这时他们才领会尔萨说的 不是要提防饼教 而是要提防法利赛人 和萨都该人的教导 尔萨来到凯撒利亚 菲利比地区就问自己的门徒 人们说人子是谁 他们回答 有人说是施习者叶哈亚 有人说是伊勒亚斯 也有人说是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他问他们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布特鲁斯回答 您是麦西哈 是永生真主的儿子 尔萨对他说 尤努斯的儿子西门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血肉之躯的凡人 启示你的 而是我在天上的父 启示你的 我告诉你 你是布特鲁斯 我要在这磐石上 建立我的折马蹄 坟坑的门不能胜过它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你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会被捆绑 你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会被释放 于是尔萨嘱咐门徒 不要对人说 他就是麦西哈 从那时起 尔萨开始向门徒指出 他必须到耶路撒冷去 受长者 祭司长和经师的许多折磨 并且被杀 第三天复活 布特鲁斯就把他拉到一边 责怪他说 主啊 千万不能这样 这种事一定不会发生在您身上的 尔萨转过来 尔萨转过来 对布特鲁斯说 撒旦 退到我后面去 你是我的绊脚石 因为你不关注真主的事 只关注人的事 于是尔萨对门徒说 如果有人要跟随我 就必须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因为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 就会丧掉生命 但为我牺牲生命的 就得到生命 如果一个人赢得整个顿亚 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好处呢 人还能用什么 换回自己的生命呢 因为人子 要在父的荣耀里 和天仙们一起下降 那时 他要照每个人的行为 报应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 有些在没有尝过死位以前 要看见人子 在他的国度里来临 尔之乐 马太眷 十七 过了六天 尔萨带着布特鲁斯 叶尔姑白 和叶尔姑白的弟弟叶哈亚 独自领他们上了高山 尔萨在他们面前 改变了形象 脸好像太阳 光芒四射 衣服洁败像光 忽然 穆萨和伊勒雅斯 向他们显现 跟尔萨谈话 布特鲁斯对尔萨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如果您抑郁 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吧 一个为您 一个为穆萨 一个为伊勒雅斯 布特鲁斯 布特鲁斯还在说话的时候 有一朵明亮的云 总召他们 又有声音 从云中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词 是我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门徒听见了 就俯伏在地上 非常害怕 尔萨前来 拍拍他们 便说 起来 不用怕 他们抬起头来 看见没有别的人 只有尔萨自己 他们下山的时候 尔萨嘱咐他们 人子从亡人中复活以前 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真梦 告诉别人 门徒就问他 那么经师为什么说 伊勒雅斯必须先来呢 他回答 伊勒雅斯当然要来 并且要复兴一切 但我告诉你们 伊勒雅斯已经来了 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 反而任意对待他 照样 人子也要这样 被他们苦待 这时门徒才领悟 尔萨是指着诗习者 叶哈亚说的 尔萨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 有一个人前来 跪下对尔萨说 主啊 尔萨说 哎 这又不幸又荒谬的时代啊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多久呢 我要忍受你们多久呢 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 尔萨斥责那恶魔 恶魔就从孩子身上出来 从那一刻起 孩子就好了 事后 门徒私下前来问尔萨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恶魔赶出去呢 他说 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那样的信心 就可以对这座山说 从这里移到那里 它就一定会移开 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 这一类的恶魔 如果不靠祈求和风斋 是赶不出来的 他们相聚在加利利的时候 尔萨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天他要复活 他们就特别忧愁 他们来到加百农 收电税的人前来对布特鲁斯说 你们的老师不交税吗 他说 交 他进到屋里 尔萨先问他 西门 你认为怎样 地上的君王 像谁征收关税和人头税 像自己的儿子 还是外人呢 他回答 外人 尔萨对他说 这样 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但为了不触犯他们 你要到海边去钓鱼 把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拿起来 打开鱼的嘴 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 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 做你我的电税 尹之乐 马太眷 十八 那时 门徒前来问尔萨 天国里到底谁是最大的呢 尔萨叫来一个小孩 让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回转 变成像小孩一样 一定不能进天国 所以 凡自我降碑 变成像这小孩的 他在天国里 是最大的 凡因我的名 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的 就是接待我 但 无论谁是这些 信我的孩子中的一个犯罪 倒不如拿一块大魔石 拴在他的脖子上 把它沉在深海里 这个钓鱼有祸了 因为使人犯罪的事经常发生 这些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 如果你的一只手 或一只脚 使你犯罪 就把它砍下来 丢掉 你一只手 或一只脚 进入永生 总比有两只手 或两只脚 却被丢进 永火里好 如果你的眼睛 使你犯罪 就把它挖出来 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睛 进入永生 总比有两只眼睛 却被丢进火狱的火里好 你们要小心 不要轻视这些小孩子中的任何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天仙 在天上 时刻 见到我天父的面 人子来 是要拯救 失丧的人 你们认为怎样 假如一个人 有一百只羊 其中一只 迷失了 他会不把九十九只 留在山上 去寻找那只迷失的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他找到了 就为这一只羊高兴 胜过为那九十九只 没有迷失的 照样 你们在天上的父 是不愿意 这些孩子中 有一个失丧的 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 你应该私下 指出他的过失来 如果他愿意听从 你就赢得了 你的弟兄 如果他不愿意听从 就另外 带一两个人一起去 好让整件事 凭两三个证人的口 可以确定 如果他不听从他们 就告诉褶马蹄 如果他连褶马蹄 也不听从 就把他看作 教外人和税务官吧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会被捆绑 你们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会被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当中 如果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 为什么是祈求 我在天上的父 并会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我就在他们中间 那时 布特鲁斯前来问尔萨 主啊 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要恕饶他多少次 七次吗 尔萨对他说 我告诉你 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所以 天国好像一个王 要和他的仆人 结算账目 刚开始算的时候 有人带来一个 欠他一万他连得的人来 他没有钱偿还 主人就下令 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 以及一切所有的 都卖掉 用来偿还 那个仆人就跪下拜他 说 请宽容我 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 主人动了磁心 把那个仆人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后 找到一个和他同座仆人的 那人欠他一百地纳尔 他就抓住那同伴 掐着他的喉咙 说 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 那同伴就跪下求他 说 请宽容我 我会还给你的 他却不肯 反而把他带走 关在牢里 等他把所欠的还清 其他的仆人 看见所发生的事 非常难过 就把整个事情 报告给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你这个恶仆 你求我 我就免了你欠我的这一切 难道你不应该 我辞民你的同伴 好像我 辞民你一样吗 于是 主人大怒 把他送去服刑 直到他还清 所欠的一切 如果你们各自 不从心里 竖扰你的弟兄 我的天父 也要这样 带你们 尹之勒 马太眷 十九 尔萨讲完了这些话 就离开加利利 来到约旦河东的 耶乎德境内 有一大群人 跟着他 他在那里 医治了他们 法利赛人前来试探尔萨 说 人们可以用某些理由 休期吗 他回答 造画主 从起初造人的时候 就造男造女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些话 你们没有读过吗 这样 他们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的了 所以 真主所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他们就问 为什么穆萨却嘱咐 如果人给了修书 就可以修妻呢 他说 穆萨因为你们的心硬 才准许你们修妻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另取的 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真 就是犯奸淫了 门徒对他说 夫妻的关系 既然是这样 倒不如不结婚了 尔萨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只有赐给谁 谁才能接受 有些人 从母胎生出来 就是咽人 有些人是被别人阉割的 也有为天国的缘故而自咽的 谁能接受 就接受吧 那时 有人带了小孩子到尔萨面前 求他给孩子们 按手祈祷 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但尔萨说 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 于是他给孩子们按手 然后离开那里 有一个人前来见尔萨 说 老师 我要做什么善事 才能得到永生呢 尔萨说 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如果你想进入永生 就应遵守诫命 他问 什么诫命 尔萨回答 就是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伪证 要孝敬父母 要爱邻居 如同自己 那青年对他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尔萨对他说 如果你想要权美 就去变卖你所有的 送给穷人 你就会有财帛在天上 而且你要来跟随我 那青年听见这话 就悠悠悠愁愁愁地走了 原来他的财产很多 尔萨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真野 门徒听见了 十分惊奇 就问他 这样 谁能得大救呢 尔萨看着他们说 从人来看 这是不能的 从真主来看 却凡事都能 那时 布特鲁兹对他说 您看 我们已经舍弃一切 跟随了您 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尔萨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到了万物更新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 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 也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 凡为我的名丢下房屋 兄弟 姐妹 父母 儿女或田地的 他将收获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然而 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尹之乐 马太眷二十 天国好像一个园主 清早出去雇请工人 到他的葡萄园工作 他和工人 讲定了一天的工钱 是一个地拿 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 大约九点钟 他又出去 看见还有人 闲站在街市上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 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 他们就去了 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 他又出去 也是这样做 下午五点钟左右 他再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着 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 不去工作 他们回答 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 他说 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 到了黄昏 园主对工头说 把工人叫来 给他们工钱 从最后的开始 到最先来的 那些下午五点钟 才开始做工的人来了 每个人都领到一个 地纳尔 最先做工的人 也来了 以为会得到更多 但每个人 也是领到一个地纳尔 他们领到之后 就埋怨园主 说 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 这些后来的人 只工作了一个小时 你却使他们跟我们平等 园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 说 朋友 我并没有亏待你 你我不是奖定了一个地纳尔吗 拿你的工钱 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 和给你的一样 是我的主意 难道 我不能照自己的意愿 用我的财物吗 还是因为我仁慈 你就嫉妒呢 因此 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 尔萨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 在路上对他们说 看 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师 他们要定他死罪 把他交给外族人凌辱 鞭打 并且定在十字架上 然而第三天 他要复活 那时 西碧泰儿子的母亲 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前来见尔萨 他跪在尔萨面前求他 尔萨问他 你想要什么 他说 求您下令 让我这两个儿子在您的国度里 一个坐在您的右边 一个坐在您的左边 尔萨回答 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能 他对他们说 我的杯 你们当然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边或右边 不是我能给的 而是我父为谁预备了 就赐给谁 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 就向他们兄弟二人生气 尔萨把他们叫过来 说 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 以权力使人民服从 大官也用权力支配他们 但你们当中却不要这样 谁想在你们当中成为大的 就要做你们的溥仪 谁想在你们当中为首 就要做你们的奴仆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许多人的暑假 他们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大清人跟着尔萨 有两个盲人坐在路旁 听说尔萨经过 就喊叫 主啊 达伍德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群众责备他们 叫他们不要出声 他们却更加放声喊叫 主啊 达伍德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尔萨就站住 叫他们过来 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 他们说 主啊 求您 治好我们的眼镜 尔萨就辞命他们 摸他们的眼睛 他们立刻能看见 就跟随了尔萨 尔萨和门徒 临近耶路撒冷 来到橄榄山的 伯伐奇那里 尔萨派了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 立刻就会看见 一头母驴拴在那里 还有小驴跟它在一起 把他们解开 牵来给我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就要说 主需要他们 但是很快会把他们送还 他会立刻让你们牵走 这件事发生 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说的话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 他是温柔的 他骑着驴 骑着小驴 就是驴居 门徒召尔萨的主妇去坐 牵了驴和小驴来 把衣服搭在他们身上 尔萨就骑上 有一大群人 把自己的衣服 铺在路上 也有人从树上 把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呼后拥的群众呼喊着 和萨纳归于达伍德的子孙 奉主明来的那一位 是应当称颂的 至高之处响彻和萨纳 尔萨进了以路撒冷 全城都轰动起来 他们问 这个人是谁 群众回答 这就是那位先知尔萨 是从加利利的拿萨勒来的 尔萨进了圣殿 把殿里所有做买卖的人赶走 并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又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 我的殿要称为祈求的殿 你们竟把它弄成了贼窝 殿里的盲人和瘸腿的 都走过来 尔萨就治好他们 祭司长和经师看见 尔萨所做的骑士 又看见小孩在殿中呼喊 和萨纳 归于达伍德的子孙 就很愤怒 对尔萨说 您听见他们说什么吗 尔萨说 我听见了 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 为自己预备了赞美 这话你们没有读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 出了城 来到伯纳尼 在那里过了一夜 尔萨清早回城的时候 觉得饿了 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就走过去 但他在树上什么也找不到 只有叶子就对树说 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 那棵无花果树立刻就枯萎了 门徒看见了 十分惊奇 说 这棵无花果树 是怎样立刻枯萎的呢 尔萨回答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有信心 不怀疑 不但能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 就是对这座山说 一开 投到海里去 也一定能实现 你们祈求 无论求什么 只要相信 就一定得到 尔萨进了圣殿 正在教导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 前来问他 你凭什么权利 做这些事 谁给你这权利 尔萨回答他们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如果你们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利 做这些事 耶哈亚的犀利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就彼此议论 如果我们说 是从天上来的 他会问我们 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们 如果我们说 是从人来的 我们又怕群众 因为他们都认为 耶哈亚是贤侠 于是回答尔萨 我们不知道 尔萨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利 做这些事 你们认为怎样 有一个人 他有两个儿子 他却对大儿子说 孩子 你今天到葡萄园 去工作吧 他说 我不想去 但后来他改变主意 就去了 父亲又照样 去嘱咐另一个儿子 他回答 父亲 我会去的 后来却没有去 这两个儿子 哪一个遵行 父亲的旨意呢 他们说 第一个 尔萨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务官和娼妓 比你们先进真主的国 因为耶哈亚来到你们那里 只是你们走正道 你们不信他 税务官和娼妓 却信了他 你们看见了之后 还是没有改变心意 去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有一个园主 栽种了一个葡萄园 四面围上篱笆 在园子里挖了一个鸭酒池 盖了一座撂望台 然后把园子租给店户 就远行去了 到了收成的时候 园主派了仆人到店户那里 收取应该交给他的果子 店户却抓住他的仆人 打伤一个 宰了一个 又用石头打死一个 于是园主再派其他的仆人去 人数比前一次更多 但店户也是同样对付他们 最后 他派了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 说 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 可是店户看见他的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继承产业的 来 我们宰了他 占有他的产业吧 于是他们抓住他 把他推出葡萄园外 宰了 那么 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 会怎样对待那些店户呢 他们回答 他会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恶人 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果子的店户 阿尔萨对他们说 天经上记着 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话你们没有读过吗 因此 我告诉你们 真主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走 赐给那结果子的外族人 谁跌在这石头上 就要摔碎 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会把他压得粉碎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了 阿尔萨这些比喻 直到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想要逮捕他 但又怕群众 因为他们都认为 阿尔萨是先知 尹之乐 马太眷 二十二 阿尔萨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个王 为儿子摆设婚言 他派仆人去叫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言 但他们不肯来 他又派另一些仆人去 说 你们告诉被邀请的人 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研席 我的公牛和肥处已经宰了 一切都预备妥当 来参加婚言吧 但那些人却不理会就走了 一个去自己的田里 另一个去照顾他的生意 其余的抓住王的仆人 凌辱他们 并且把他们宰了 王就发怒 派兵消灭那些凶手 焚毁他们的城 然后对仆人说 婚言已经预备好了 只是被邀请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要到大路口 凡遇见的都请来参加婚言 那些仆人就走到街上 把所有遇见的 不论坏人 好人都召聚了来 婚言上就坐满了人 王进来与傅言的人见面 看见有一个人 没有穿着婚言的礼服 就对他说 朋友 你没有婚言的礼服 怎能进到这里来呢 他就无话可说 于是王对侍从说 把他的手和脚都绑起来 丢到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将要哀哭怯齿 因为被招的人多 选伤的人少 法利赛人就去商量 怎样找尔萨的画柄 来陷害他 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 和西律党的人 一起去问尔萨 老师 我们知道您为人诚实 照着真理 把真主的道教导人 不顾忌任何人 因为您不逊情面 那么 请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 纳税给凯撒 可不可以呢 尔萨看出他们的恶意 就说 伪君子啊 为什么试探我呢 拿纳税的钱币 给我看看 他们就拿了一个 迪纳尔给他 尔萨问他们 这是谁的像 谁的名号 他们回答 凯撒的 他就对他们说 凯撒的应当归于凯撒 真主的应当归于真主 他们听了 十分惊奇 就离开他走了 萨都该人 向来断言没有复活的事 那一天 他们前来问尔萨 老师 穆萨说 如果一个人死了 没有儿女 他的弟弟应该娶 他的妻子 为哥哥立后 从前 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 头一个结了婚 没有孩子就无常了 留下妻子给他的兄弟 第二个 第三个 直到第七个 都是这样 最后 那个女人 也无常了 那么 复活的时候 他是这七个人中 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尔萨回答他们 你们错了 因为你们不明白天经 也不明白真主的能力 复活的时候 人们也不娶 也不嫁 而是像天上的天仙一样 关于亡人复活的事 真主对你们说过 我是伊布拉辛的真主 伊斯哈格的真主 叶尔姑白的真主 你们没有读过吗 真主 不是亡人的真主 而是活人的真主 群众听见这话 都惊讶于他的教导 法利塞人听见 尔萨使 萨都该人 无话可说 就相聚在一起 他们当中有一个戒律师 试探尔萨说 老师 戒律中哪一条戒命 是最重要的呢 他回答 你要全心 全性 全意爱主 你的真主 这是首要的戒命 第二条也和他相似 就是要爱邻居 如同自己 全部戒律和先知的教导 都以这两条戒命 作为根据 法利塞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尔萨问他们 你们对迈希哈的看法怎样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 达伍德的子孙 尔萨就说 那么 达伍德被圣灵感动 怎么会称他为主呢 他说 主对我的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的仇敌 放在你的脚下 达伍德既然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达伍德的子孙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一句话 从那天起 也没有人敢再问他 尔之乐 马太卷 二十三 那时 尔萨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 经师和法利塞人 坐在穆萨的座位上 所以 凡他们嘱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只会说 而不去做 他们捆扎重担 压在别人的肩上 但自己 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做给别人看 他们把经文的匣子 做大了 外袍边上的世代 做长了 他们喜欢 研习上的首座 礼拜堂里的高位 又喜欢 人们在市中心 向他们到 瑟良姆 称呼他们 老师 然而 你们不要被人称为 老师 因为只有一位 是你们的老师 你们都是弟兄 不要称呼地上的人 为父 因为只有一位 是你们的父 就是天父 你们也不要被人 称为师父 因为只有一位 是你们的师父 就是麦西哈 你们中间最大的 要做你们的仆人 凡高抬自己的 将被降低 凡自己谦逊的 将被升高 京师和法利赛人 你们这般伪君子 有祸了 你们在人面前 关了天国的门 自己不进去 连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准 他们进去 虚伪的京师 和法利赛人 你们有祸了 你们吞没了 寡妇的房产 还假惺惺地 做冗场的祈求 所以你们要受 更重的罪行 京师和法利赛人 你们这般伪君子 有祸了 你们走遍海洋陆地 要使一个人入教 当他入了教 你们却使他 比你们变本加厉地 沦为火狱之子 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 有祸了 你们说 凡指着殿而起的事 是没有用的 但指着殿的金子 而起的事 就必须遵守 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 到底是金子大 还是使金子 成为圣洁的殿大呢 你们又说 凡指着祭台所起的事 是没有用的 但指着台上的祭物 所起的事 就必须遵守 瞎眼的人啊 到底是祭物大 还是使祭物 成为圣洁的祭台大呢 所以 凡指着祭台蒙事的 它就是指着祭台 和台上的一切蒙事 指着殿蒙事的 就是指着殿 和住在那里的真主蒙事 指着天蒙事的 就是指着真主的宝座 和坐在宝座上的蒙事 经师和法利塞人啊 你们这般伪君子 有祸了 你们把薄荷 茴香 芹菜 献上十分之一 却忽略戒律上更重要的 就如正义 慈敏和诚信 这些更重要的是 你们应当做的 虽然其他的 也不能忽略 瞎眼的向导啊 你们把蚊虫 绿出来 却把骆驼 吞下去 经师和法利塞人啊 你们这般伪君子 有祸了 你们洗净 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装满了 抢夺和放荡 瞎眼的法利塞人啊 先把杯和盘的里面洗净 好使外面 也可以干净 经师和法利塞人啊 你们这般伪君子 有祸了 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 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亡人的骨头 和各种误会 照样 你们外面 叫人看来像义人 里面却充塞着虚伪和步伐 经师和法利塞人啊 你们这般伪君子 有祸了 你们建造先知的坟 修饰一人的杯 并且说 如果我们 活在我们祖先的时代 绝不会与他们一起 流先知的血 这样 你们就指证自己 是杀害先知之人的子孙了 那么 去填满你们祖先的罪孽吧 你们这些蛇 这些毒蛇所生的啊 你们怎能 逃脱火域的罪罚呢 因此 我派遣先知 智慧人 和经师到你们那里 有些 你们要杀害 又钉在十字架上 有些 你们要在礼拜堂里鞭打 从一个城市 赶珠到另一个城市 好叫所有艺人 在地上被杀害而流的血 都归在你们身上 从艺人 哈比尔的血起 到巴拉加的儿子 在凯里亚的血 它 就是你们 在殿和祭台中间 所杀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 都将临到这个世代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啊 你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 把奉派到你们那里的人 打死 我多次 想招聚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 招聚小鸡 到翅膀底下 只是 你们不愿意 你看 你们的家 将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一定 见不到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尔萨出了圣殿 往前走的时候 门徒前来 把圣殿的建筑 指给他看 他对门徒说 你们不是看见了 这一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会留在 另一块石头上面 每一块 都要拆下来 尔萨坐在 橄榄山上 门徒私下前来 问他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会有这些事呢 您的下降 和这个世代的终结 有什么预兆呢 尔萨回答他们 你们要小心 不要被人迷惑 因为许多人 要假冒我的名而来 说 我就是买嘻哈 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你们要听见战争 也听见战争的风声 你们千万不要惊慌 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 不过结局还没有到 一个民族 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 到处都有饥荒和地震 这一切 不过是分娩之痛的开始 那时 人们要把你们送去受苦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因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那时 许多人会失去信仰 彼此出卖 互相恨恶 也有许多伟先制出现 要迷惑许多人 因为步伐的事增加 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但只有坚忍到底的 必然得大救 这天国的事增加 这天国的佳音 要传遍天下 向万民作证 然后 结局才来到 所以 当你们看见主 通过 但以礼先知所说的 那造成荒凉的可赠者 站在圣地的时候 读者 必须领悟 那时 住在耶乎德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顶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拿衣服 当那些日子 怀孕和如养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难的时候 不是在冬天或安息日 因为那时将有极大的苦难 这是从顿亚的开始到现在 未曾有过的 以后也不会再有 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 没有一个人能活着 但是为了蒙选者 那些日子将会减少 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 看哪麦希哈在这里 或说他在那里 你们不要相信 因为将会有伟麦希哈和伟先知出现 行大险计和启示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连蒙选者也要迷惑 你们看 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 如果他们对你们说 看 麦希哈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 看 他在密室里 也不要相信 点光 怎样从东方闪出来 一直照到西方 人子下降的时候 也是这样 哪里有埋体 哪里就有鹰聚集 那些日子的灾难刚过去 太阳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发光 众星从天坠落 天上的全是震动 那时 人子的征兆 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嚎 并且看见人子 带着能力 充满荣耀 架着天上的云下降 在响亮的号角声中 他要派遣天仙 把他的蒙选者 从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都照聚来 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 学个功课 树枝长出嫩芽 生出叶子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尽了 同样 当你们看见这一切 就知道 他已经进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都要发生 然后这世代 才会过去 天地都要逝去 但我的话 绝不会逝去 至于那日子和时间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天仙和子 也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努哈的时代怎样 人子下降的时候 也是这样 洪水之前的时代 人们吃喝嫁去 直到努哈 进入方舟的那一天 等到洪水来到 把他们冲去 他们才明白过来 人子下降的时候 也是这样 那时 两个人在田里工作 一个被揭去 一个丢下来 两个女人在磨坊 推磨 一个被揭去 一个丢下来 因此 你们要保持警醒 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主 什么时候要来 你们要知道 如果家主 知道窃贼 晚上什么时候会来 就会提高警觉 不让他摸进屋里 所以 你们也要准备妥当 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究竟 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 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 按时分配粮食的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做 那个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 但如果他是个恶仆人 心里说 我的主人 不会那么快回来 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 又和醉酒的人吃喝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间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严厉地处罚他 使他和伪君子同罪 在那里 将要哀哭切齿 尹之乐 马太眷 二十五 那时 天国好像十个少女 拿着他们的灯 出去迎接新郎 他们当中 有五个是愚蠢的 五个是聪明的 那些愚蠢的 拿着灯 却没有带油 但那些聪明的 拿着灯 也把油装在瓶里 带来 新郎 很晚还没有到 他们都打瞌睡 而且睡着了 半夜 有人喊 新郎来了 快出来迎接他 那些少女都醒过来 整理他们的灯 愚蠢的 愚蠢的 对聪明的 说 请把你们的油 分一部分给我们 我们的灯 快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 这些恐怕不够 我们大家用 不如你们自己到 卖油的地方 去买吧 可是 他们去买油的时候 新郎来了 准备好的少女 就和他一起进去 参加婚宴 门 就关上了 后来 其余的少女 也来到 说 主人啊 主人啊 给我们开门吧 新郎却回答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 你们要保持警醒 因为不知道 那日子和那时间 天国又像一个人 要出外远行 就叫自己的仆人来 把产业交给他们 他按照个人的才干 一个给五他连德 一个给二他连德 一个给一他连德 然后就远行去了 那领了五他连德的 马上去做生意 另外赚了五他连德 那领了二他连德的 也是这样 另赚了二他连德 但那领了一他连德的 却在地上挖了个洞 把主人的钱藏了起来 过了很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要和他们结算账目 那领了五他连德的 带着另外的五他连德 二他连德前来 说 主人啊 你交给我五他连德 你看 我又赚了五他连德 主人对他说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 你做得好 你既然在小钱上忠心 我要派你管理更大的树木 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那领了二他连德的 也前来 说 主人啊 你交给我二他连德 你看 我又赚了二他连德 主人对他说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 你做得好 你既然在小钱上忠心 我要派你管理更大的树木 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那领了一他连德的也前来 说 主人啊 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 没有洒种的地方 你要收割 没有播散的地方 你要收集 所以我就害怕起来 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 看 你的钱还在这里 可是 主人回答他说 你这个又恶劣 又懒惰的仆人 你既然知道 我要在没有洒种的地方收割 在没有播散的地方收集 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 到我回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贷利收回 你们把他的一他连德拿去 交给那个有十他连德的 因为凡是有的 还要给他 他就充足有余 凡是没有的 就算他有什么 也要拿走 把这没有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将要哀哭怯耻 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 带着所有的天仙下降的时候 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万族要相聚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好像牧羊人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 把绵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那时 王要对右边的说 到这里来 蒙我赴赐福的 承受造化炖牙以来 为你们预备好的果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流落异乡 你们接待我 我衣不遮体 你们给我衣服穿 我病了 你们照顾我 我关在监狱里 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您饿了就给您吃 渴了就给您喝呢 又什么时候 见您流落异乡 就接待您 衣不遮体 就给您衣服穿呢 或者什么时候 见您病了 或关在监狱里 就来看您呢 王要回答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所做的 只要是坐在我这些 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王也要对左边的说 离开我 你们这被诅咒的 到位伊布列斯和他的使者 预备好的永活里去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 我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喝 我流落异乡 你们没有接待我 我衣不遮体 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 我病了 我关在监狱里 你们没有照顾我 他们就回答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您饿了 渴了 流落异乡 衣不遮体 病了 或关在监狱里 却没有服侍您呢 王要回答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然没有坐在这些 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 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进入永远的罪行 一人却要进入永生 尔萨说完了这一切话 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 两天之后就是逾越节 到时人子要被交去定十字架 那时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 相聚在那个名叫 盖亚法的大祭司的官邸 商议怎样用诡计逮捕尔萨 把他杀害 不过他们说 不能在节气下手 免得引起民众暴动 尔萨在不大泥 在麻风病人西门家里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一瓶珍贵的香膏前来 当尔萨做席的时候 把他交在尔萨的头上 门徒看见了 就很生气 说 为什么这样浪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 周济穷人 尔萨知道了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 她为我做了一件美事 一直会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 然而你们却不常有我 她把这香膏浇在我身上 是为了安葬我而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佳音 无论传到顿亚的任何地方 这女人所做的 都要传讲来纪念她 那时 十二门徒中的一个 就是那称为加利瑞人的尤达斯 去见祭司长 说 如果我把它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呢 他们就给了她三十块银子 从那时起 她就找机会把尔萨交给他们 无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前来问尔萨 您要我们在哪里 为您预备逾月节的晚餐呢 她说 你们到城里去见某人 对她说 老师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要和我的门徒 在你那里守余月节 门徒照尔萨的指示去做 预备好了余月节的晚餐 到了黄昏 到了黄昏 尔萨和十二门徒一起吃晚餐 他们吃的时候 尔萨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就极其忧愁 一个一个地问他 主啊 不是我吧 他回答 那和我一起把手 站在盘子里的人 他要出卖我 正如经上指着人子所说的 他固然要离世 但出卖人子的那个人 有祸了 他没有生下来 倒好 那出卖尔萨的尤达斯 回应说 老师 不是我吧 尔萨对他说 这是你说的 他们吃的时候 尔萨拿起饼来 举了赶赞的都啊 就掰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尔萨又拿起杯来 举了赶赞的都啊 就递给他们 说 你们都喝吧 因为这是我的血 是立约的血 为许多人流出来 是罪得赦又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将不再喝着葡萄酒 直到我和你们 在我父的国里 喝新的那一天 他们唱完了赞主诗 就出来 往橄榄山去 那时 尔萨对他们说 今天晚上 你们所有的人 都会因我的缘故 失足 因为经上记着 我要击打牧人 羊群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比你们 先到加利利去 布特鲁斯 对他说 就算所有的人 都因您的缘故 失足 我却永不失足 尔萨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晚上 鸡叫以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布特鲁斯 对他说 就算必须 跟您一起死 我也绝不会 不认您 所有门徒 也都这样说 随后 尔萨和门徒 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尼 就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着 我要到那边去祈求 他带了布特鲁斯 和西碧泰的两个儿子 一起去 开始心里 忧愁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 忧伤得快要死了 你们留在这里 和我一起 保持警醒吧 他稍往前走 把脸 俯伏在地上 祈求说 我的父亲啊 可能的话 求您使这杯离开我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您的旨意 尔萨回到门徒那里 看见他们都睡着了 就对布特鲁斯说 你们竟然连一个小时 也不能和我保持警醒吗 应当警醒 祈求 免得陷入诱惑 你们心灵虽然愿意 肉体 却是软弱的 他又再次走开 祈求 祈求说 我的父亲啊 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 非要我喝不渴 就愿您的旨意成全 他再回来的时候 看见门徒睡着了 因为他们十分疲倦 他又离开他们 第三次去祈求 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然后 他回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 看呐 时间到了 人子要被交在 罪人的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那出卖我的人 来了 尔萨还在说话的时候 十二门徒中的尤达斯 带着一大群 拿着刀棒的人来到 他们是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 派来的 那出卖尔萨的人 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跟谁亲吻 谁就是他 抓住他 他立刻前来对尔萨说 老师您好 跟着就与他亲吻 尔萨对他说 朋友 你来这里 要做的事 就做吧 于是那些人上前来 动手抓住尔萨 逮捕了他 有一个与尔萨 在一起的人 伸手拔出刀来 砍了大祭司的 仆人一刀 削掉他的一只耳朵 尔萨对他说 把你的刀 收回远处 凡动刀的 都要死在刀下 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 他就马上给我派 十二营以上的天仙下来吗 如果这样 天经上所说此事 必须发生的预言 怎能应验呢 那时尔萨对众人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 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 我天天坐在店里 教导人 你们却没有逮捕我 但这整件事的发生 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那时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 那些逮捕了尔萨的人 把他押去 建大祭司 该亚法 那时经师和长者 已经相聚在那里了 布特鲁斯远远地跟着尔萨 直到大祭司的官邸 他进到里面 和卫兵坐在一起 要看事情怎样了结 祭司长和玄公议会 都不断寻找伪证来控告尔萨 好把他处死 虽然有许多人前来做伪证 却找不到证据 最后有两个人前来说 这个人说过 我可以拆毁真主的殿 三天之内把它再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 对尔萨说 你什么也不回答吗 这些人作证 控告你的是什么呢 尔萨却不作声 大祭司又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的真主 要你蒙事 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麦西哈 真主的儿子 尔萨回答 你已经说了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全能者的右边 并驾着天上的云下降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 说 他说了亵渎的话 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 看 现在你们已经听见了 这亵渎的话 你们怎么决定呢 他们回答 他是该死的 于是他们吐唾沫 在他的脸上 用拳头打他 也有人用巴掌 扇他 说 麦西哈 向我们说预言吧 是谁打你呢 布特鲁斯 坐在外面的院子里 有一个女仆 走过来对他说 你也是和 加利利人 尔萨一伙的 布特鲁斯 却当众否认 说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他出到门口 又有一个女仆 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是和 拿萨勒人 尔萨一伙的 布特鲁斯 再次否认 并且发誓说 我不认识那个人 过了一会儿 站在那里的人 前来对他说 你的确是 他们当中的一个 因为你的口音 把你暴露了 布特鲁斯 就发咒 蒙誓说 我不认识那个人 立刻激旧叫了 布特鲁斯 想起尔萨所说的话 激叫以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 痛哭起来 到了早上 所有的祭司长 和民间的长者商议 怎样对付尔萨 好杀掉他 他们把他绑起来 押去交给总督 比拉多 那时 出卖尔萨的尤达斯 见尔萨被定了罪 就后悔了 他把那三十块银子 还给 祭司长和长者 说 我有罪了 我出卖了 无辜的人 他们说 这是你的事 跟我们 有什么关系 尤达斯 把银子 丢进圣殿 然后离开 出去调死了 祭司长 把银子 拾起来 说 这是血钱 不能放在电窟里 他们商议之后 就用那些钱 买了陶酱的田 用来做外国人的坟地 所以那田 称为血田 直到今天 这应验了先知 耶利米所说的 他们拿了三十块银子 就是以色列人 给他固定的价钱 用他买了陶酱的田 正如主所指示我的 尔萨站在总督面前 总督问他 你是耶护德人的王吗 尔萨回答 这是你说的 祭司长和长者 控告他的时候 他却什么也不回答 比拉多又问他 他们作证 指控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尔萨一句话 也不回答他 令总督非常惊奇 每逢这个节期 总督有一个惯例 就是按照群众的意愿 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 那时 有个声名狼藉的囚犯 名叫尔萨巴拉巴 群众相聚的时候 比拉多问他们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谁 尔萨巴拉巴 或是称为迈奇哈的尔萨呢 其实他知道他们 是因为嫉妒 才把尔萨交了来 比拉多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 他的夫人 派人来说 你不要干涉 这义人的事 因为 今天我在闷中 因他受了很多的苦 可是祭司长和长者 怂恿群众 叫他们去要求 释放巴拉巴 除掉尔萨 总督问他们 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 他们说 巴拉巴 比拉多对他们说 那么 我怎样处置 那称为迈奇哈的尔萨呢 他们齐声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众人更加大声喊叫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 见无济于事 反会引起骚动 就拿水 在群众面前洗手 说 留这个人的血 与我无关 你们自己负责吧 群众回答 留他血的责任 归在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吧 于是比拉多 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 他把尔萨鞭打了 就交给他们 钉十字架 总督的士兵 把尔萨带到总督府 召集全队士兵 到他面前 他们脱去他的衣服 给他披上 猪红色的外袍 又用荆棘 编成王冠 戴在他的头上 把一根芦苇 放在他的右手 跪在他面前 讥笑他说 耶护德人的王 万岁 然后向他吐唾沫 又拿起芦苇 不断敲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脱下他的外袍 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 带去钉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 遇见一个鼓励奈人 名叫西门 就强迫他被尔萨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格格他 就是独楼地的意思 他们把苦胆调和的酒 给他喝 他尝了却不肯喝 士兵把他定了十字架 就抓揪分他的衣服 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 他们在尔萨的头顶上方 定了他的罪状牌 这是耶护德人的王尔萨 当时 有两个强盗和他一起 定十字架 一右一左 过路的人 不断侮辱他 摇着头说 你这个想拆毁圣殿 三天之内又把他建造起来的 救救自己吧 如果你是真主的儿子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同样的 祭司长 经师和长者也讥笑他 说 他救了别人 却不能救自己 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 让他现在就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信靠真主 如果真主喜悦他 就让真主现在救他吧 因为他说自己是真主的儿子 和他一起定十字架的强盗 也都这样侮辱他 从正五到下午三点钟 遍地都黑暗了 大约三点钟 尔撒大声呼叫 以列 以列 拉玛撒巴 各大尼 意思是 我的真主 我的真主 你为什么离弃了我 有几个站在那里的人 听见了就说 这个人在呼叫 伊勒雅斯呢 有一个人 马上跑去拿海绵 蘸满了醋 用芦苇 递给他喝 但其他的人说 等一等 我们看看伊勒雅斯 来不来救他 尔撒再次大声呼叫 就交出了灵魂 忽然 圣殿里的曼杖 从上到下裂成两半 大地震动 延时崩裂 而且坟开了 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 也复活了 到了尔撒复活之后 他们从坟里出来 进到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百夫长和跟他 一起看守尔撒的士兵 看见了地震 和所发生的事情 就十分惧怕 说 这个人真是真主的儿子 有许多妇女 在那里远远地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 开始跟随尔撒服侍他的 他们中间 有姆达拉的麦尔燕 伊尔姑白和约西的母亲 麦尔燕 以及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到了晚上 有一个亚利马太的富翁来到 名叫优素福 他自己也是尔撒的门徒 这个人去见比拉多 请求领取尔撒的埋体 比拉多就下令给他 优素福领了尔撒的埋体 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 放在自己的心坟里 就是他在盘石里凿出来的 他滚了一块大石头 来挡住坟口 然后才离开 摩达拉的麦尔燕 和另一个麦尔燕 都在那里 对着坟坐着 第二天 就是过了预备日子那一天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去见比拉多 说 大人 我们想起那个骗子 生前说过 三天之后我要复活 所以请你下令把坟 严密看守 直到第三天 免得他的门徒来 把他偷走 然后对民众说 他从亡人中复活了 这样日后的骗局 比起初的就更大了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卫兵 尽你们所能地 去严密看守吧 他们就去 把坟前的舌头封好 又派卫兵把守 严密地守住坟 过了安息日 在一周的第一天 天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麦尔燕 和另一个麦尔燕 来探坟 忽然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原来是主的天仙 从天上下来 上前把舌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样子 好像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 因为害怕他 就浑身颤抖 变得好像死人一样 那天仙对父女们说 你们不要怕 我知道 你们在找 被定十字架的尔萨 他拨在这里 因为他已经 照他所说的复活了 你们来看 安放他的地方吧 然后赶快去告诉 他的门徒 他已经从亡人中复活了 他会比你们 先到家里利去 你们将在那里看见他 现在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他们赶快离开了坟 又害怕 又特别高兴 跑去告诉尔萨的门徒 忽然 尔萨向他们迎面而来 说 你们好 他们就上前 抱住他的脚 拜他 尔萨对他们说 不要怕 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到加利利去 他们将在那里看见我 他们吃的时候 有些卫兵进了城 把所发生的一切 向祭司长报告 祭司长就和长者 相聚在一起商量 然后拿许多钱给士兵 说 你们要这样说 他的门徒晚上来了 趁我们睡着的时候 把他偷走了 如果总督知道了这件事 我们会说服他 保你们安然无事 士兵收了钱 就照着所指使的句作 这种说法 直到今天还流传在 耶乎德人当中 十一个门徒 往加利利去 到了尔萨指定的山上 他们看见尔萨 就拜他 但仍然有些人怀疑 尔萨上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 一切权力 都赐给我了 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洗礼 我嘱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 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一切权力 都不会 люб让他们 优优优独播 他 优优独播 真 跟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